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新冠病毒撕裂全球 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的最新研究揭露 新冠病毒在环境中能存活的时间 结果发现,病毒最喜欢塑胶和不锈钢 而在空气悬浮威力中,恐怕也能存活超过三小时 为了进一步了解治病的新冠病毒在人体外能存活多久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以及普林顿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组成研究团队进行研究 透过专制模仿患者咳嗽打喷嚏产生飞沫 并侦测病毒在居家或医院环境中 遗留在物体表面上的病毒究竟能活多久 结果发现,新冠病毒在塑胶表面存活的最久高达72小时 其次是不锈钢表面的48小时 也就是说,一旦病毒沾染上塑胶制的各种日常用品和扶手、门把等等不锈钢设施 比较容易透过接触将病毒传播给下一个人 至于病毒如果落在厚纸板上 最多只能存活24小时 在同期上则是更短 最多4个小时就验不到病毒的踪迹了 此外,研究团队也用仪器制造五微米的悬浮威力 模拟雾化环境下病毒的存活情况 结果显示,新冠病毒最多能在喷雾中存活3小时 对此,中原大学生物科技系副教授赵明威认为 病毒大小在0.1微米等级以下 也就是BM0.1左右 可能吸附在喷雾威力上,飘散在空中 这样的气溶胶,虽然看起来生存时间较短 却是最直接感染的途径 可穿透呼吸系统进入人体内 杀伤力最大 不过,他也补充 大部分病毒还是随着飞沫来传染 因此,佩戴医疗口罩仍然可以阻挡 但若是医护人员 N95会是比较建议的配备 研究团队也把这些数据和SARS COV-E做比较 结果发现,两者在物体表面存活的时间相近 但是,新冠病毒的传播率却高出许多 NIH研究人员推测 无症状感染者会传播病毒是重要关键 发表在《世界最权威医学》期刊之一 《赤科针卫生物》期刊上的异项研究 发现新冠病毒基本上可以在各种常见表面存活几个小时 甚至几天以上 而其中最可怕的就是《外科口罩》 这份由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做的研究发现 新冠病毒能在口罩的外层上存活最久 能达到7天 研究者之意 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烈文说 建议尽量不要重用口罩 有些东西都是平常非常容易接触到的材质 像是每天佩戴的口罩 家里使用的不锈钢锅具 每天找钱的钱币、钞票 还有塑胶用具衣服等 几乎没有一个是一天当中不会使用的 不过 研究同时也发现 环境温度也会影响病毒的存活率 病毒在22摄氏度环境下能存活14日 但如果在37摄氏度的环境下 就只能存活两天 56摄氏度的环境只能存活30分钟 70摄氏度的环境则只能存活5分钟 所以用热水勤泡衣物半小时以上 是可以杀病毒的 天气变热也会让病毒不容易保有活性 所以哈佛大学也在日前提出 出外回家 可以把购物包装丢掉就丢掉 不能丢掉 也建议用肥皂水搓洗 另外如果购买外食或是订外送 也建议在收到餐点后 将餐点放入自己的碗盘中 直接把质餐盒丢掉 并用肥皂和水彻底洗手 香港中文大学公共卫生医学专科医生 蔡晓云也提醒 因为病毒可以停留在纸张表面3小时 建议在办公室要减少使用纸张 在传递文件时 也建议要戴上口罩 在触碰纸张后 也避免触碰眼睛鼻子和嘴巴 总结来说 新冠病毒可以活得比我们想象的更久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 下一集我将与大家分享在家防疫师对策 希望我的影片有帮助到您 请别忘了订阅按赞和分享 如果你不想错过我分享的每一个影片 请记得点击subscribe旁边的小铃铛哦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一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